大家好,今天是8月11日 欢迎收看新洲日报沙巴新闻 Ebay Indo Cafe开启美好的一天 首先来看今天的封面和头条新闻 亚币警方已经针对一家幼儿园女保姆 涉嫌虐待4岁男童事件 开启调查档案并扣查涉案保姆 亚币警区主任穆罕默在敌政时 27岁嫌疑人于周三晚上被逮捕 昨天获得法庭批准将她延长扣留7天住查 她说警方一共接获三份投报 分别是被虐男童的母亲幼儿园负责人 以及涉案保姆 涉案保姆报警指她在幼儿园遭到受害者父亲殴打 她事后到医院验伤 这起虐童事件的壁录电视录像视频于前天流传后 引起官民高度关注 而昨天流出的另一则录像中 一是被虐男童的父亲情绪失控 动手殴打涉案保姆和园长 陆阳区州议员冯敬哲昨天联同警官和福利局官员 到涉案的幼儿园了解情况 冯敬哲敦促托儿所和幼儿园经营者引以为替 避免再次发生虐童事件 沙巴社会发展及人民福祉部长 拿督詹斯拉迪表示会彻查 并且会在这一两天内召见辖下的幼儿园经营者 强制他们安装壁录电视 若有可能应该成立家教协会 他说福利局会拟定指南 确保幼教人员必须富有热忱和爱幼 受到合规培训 另一方面 该事件中的幼儿园园长发表文告 向社会大众道歉并表明全力配合警方调查 绝不偏袒 换个焦点 沙巴州立法议会从周二起召开三天会议 先后通过追加8.3亿令级的附加供应法案 以及五项法令修正法案 包括在昨天最后一天会议中 通过1978年房产发展 管制与牌照 法令修正案 2000年沙巴生物多样化法令修正案 有关房产法令有16年未经修正 此次修正后 除了让州政府更加有效地管制房产的发展与执法 也能更好地维护与保障购屋者的权益 至于生物多样化修正法案 旨在加强现有的保护 管理及执法工作 恶阻沙巴生物资源被走私出境 遭他国滥用或商业化 甚至被他国注册所有权 来看下一则新闻 沙巴林业公司 SFIEP前雇员 昨天聚集在沙巴州行政大楼前方进行和平纠察 要求州政府证实他们的福利 并且遵守法庭发出暂时搁置驱逐的停令 他们原本打算到州议会大厦前举行和平纠察 向沙巴首长递交备忘录与诉求 不过警方封锁了通往州议会的道路 在与警方交涉后 他们的代表杰菲里丁巴 把备忘录与诉求交给首长的特别官员 丁巴表示他们在今年6月22日 获得临时停令 阻止土地局驱逐他们离开SFI工厂的范围 感谢您的收看 沙巴星周为您报道 臣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